我們做的是七阿房夾裝置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看到實際案例 像新聞上面所講說的 那個客人下車的時候呢 夾到腳或手或物品的時候呢 公車司機沒有發掘 導致人有行走的 被拖著行走的情況 還有另外一種就是關門的時候 那個房務處裝置 是過於靈敏 導致那個行駛時門是打開的 導致一種故障 無法處理 然後在製作的過程發現 呃最大的困難就是 遇到兩個極限開關要同時作動 他的氣會跑 一個有壓到的話 氣會跑去另外一顆極限開關 所以我們為了解決這個方法 我們去請教了科裡面的老師 然後老師給我們的提議是說 使用那個縮動法 來做選擇性的導通 可能左邊 有一顆訊號給的話 就是一顆的訊號 另外一顆給的話 就是另外一邊給訊號給他 或者是兩個同時按到的話 他就會把兩個的訊號交給 交給他 繼續作動 外面的大眾日舒服工具 大部分採用的是氣壓門 可是在防夾的部分呢 有一部分還是採用的是電子式的 那我們這個 呃 我們這個部分是採用全氣壓的 那我們可以減少問題 因為電跟氣來比的話呢 因為氣又要控制氣又要控制電 那有故障一次要檢查兩種故障 那我們 做氣的話 我們只要檢查氣壓的部分 那 電的來比的話呢 他 維修的部分的話呢 可能還要測量電阻的部分 然後 成本也相對的比氣壓貴 然後 我們如果用氣壓來說 我們要檢查說 原件是否壞掉 氣壓管線是否有漏氣 那做簡單的更換就好 我們先測試開關門是否正常 完 然後 我們在測試防夾裝置是否正常 先 先用手來測試 好 OK 我們拿比手還小的東西來測試 是否做到OK 我們要測試防務 防務處是否在關閉時正常作動 好 關門 關門的時候會壓到這個 那 正常來說 這個應該會沒有反應 好 那代表是作動正常 然後 當開門 關 當沒有碰到的時候 在壓這個連桿的時候 他會有 門自動彈開的反應 謝謝 最後來介紹我們所研究的氣壓回路 這個是選擇那個 那個 防務處開關的 極限開關是選擇性 選擇 這邊通 這個就通 這邊通 這個就會通 或者是兩個通 他就會給他 然後 到了這一顆 這一顆是防務處 那 平常不作動的話是 平常不作動的話是關閉 他就不會有反應 那有反應 有壓到的話 他就會有反應 好 然後 然後 最後這一顆 這一顆是控制 那個 防務處開關 訊號給他 讓活塞鋼回來 彈開 或者是 選擇性 用 按鈕的方式 讓氣壓鋼收回 就這樣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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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